咦?KKBOX说的唱的都好听 下载KKBOX免费收听数千堂Podcast 给你最全面的听觉新体验 KKBOX说的唱的都好听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KKBOX一起听故事 Hello Hello 我是GKBOX 欢迎收听GKBOX原创故事绘本 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 是关于春节新年的故事哦 我有结合了一些最近流行 有趣的元素在里面哦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故事开始 嘿嘿嘿嘿 在听故事之前 我们先来唱一首新年歌吧 预备 开始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 就是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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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呀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 恭喜你呀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嘿 嘿 会唱了吗 好哦 我们等一下 还要再唱一次咯 准备好了吗 小朋友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 就是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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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呀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呀 恭喜 恭喜你呀 我也要唱 我也要唱 我是QQ猪 我也想要唱啊 好 跟我一起唱咯 一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 就是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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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呀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呀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呀 从前 从前 有一个小村庄啊 这个小村庄啊 叫做珍妮佛罗佩村 村庄里啊 住了几个动物哦 有猪猪 有天竹鼠 有猫咪 还有小恐龙博士 这个村庄 其实没有很大哦 总共只有这四户人家而已哦 他们每天啊 过着很简单又淳朴的生活 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但是呢 今年的村庄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很令人头痛哦 那就是啊 在准备要过年之前 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病毒年兽 准备要来攻击这个村庄 这个病毒年兽啊 叫做雪莉 它身上带着从所未见的新冠病毒 据说它已经攻击了另一座山头的青蛙村庄 害那个村庄的所有青蛙们 都出现了生病的症状 而接下来 这个珍妮佛罗佩村 很可能就是这个病毒年兽 雪莉的下一个目标哦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都非常的紧张害怕 大家除了要加强勤洗手 还要戴上口罩 才可能避免这个被病毒年兽攻击的可能哦 有一天金黄阳光洒落的早晨 QQ猪跟往常一样 在家门口外面花园看书 突然发现了 诶 住在隔壁的猫咪 今天怎么没有出来散步啊 QQ猪很怀疑地看着旁边 诶 这时间猫咪应该都会出来 外面运动追蝴蝶啊 好奇怪哦 QQ猪越想越不对劲 决定走过去看看猫咪怎么了 他正要靠近猫咪家的时候呢 就看见猫咪躺在家门口耶 全身发抖 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哇 哎呦 猫咪 猫咪你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啊 猫咪边发抖边说 我刚刚我忘记洗手戴口罩了 结果遇到了病毒年兽 他来攻击我 好难受哦 什么 太可恶了 病毒年兽竟然偷偷已经来到我们村庄了 这时候天竹鼠也赶过来关心猫咪的状况咯 天呐猫咪你还好吗 赶快到家里休息躺着 QQ猪跟天竹鼠一起合力扶起了猫咪 扶他进去屋内休息躺着 QQ猪说 哼 太可恶了 病毒年兽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竟然攻击我们的村庄 对啊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我们才准备要做好防护措施 走走 我们马上出发去消灭病毒年兽 正面对决 刚好小恐龙啊 特别帮我们两个坐了一台超厉害的车子哦 你说那个天竹鼠车车吗 好哦 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于是QQ猪跟天竹鼠来到了小恐龙博士的科学工厂 也告诉了小恐龙博士猫咪被病毒年兽攻击的事情了 小恐龙博士说 什么 太可恶了 我刚好把你们这台天竹鼠车车换上最强马力 你们就开这台去反击病毒年兽吧 但是要小心哦 记得戴口罩 QQ猪跟天竹鼠 立刻坐上天竹鼠车车 准备出发 等等 那病毒年兽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要怎么找到它 小恐龙博士说 病毒年兽叫雪莉 据说它会在山谷附近徘徊 或是人潮众多的地方出现 这台天竹鼠车车有自动扫描病毒年兽的雷达 只要在1000公尺范围内都能扫描到哦 哇 小恐龙博士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打造出这么厉害的车子 于是QQ猪跟天竹鼠 发动了天竹鼠车车 托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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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台车浮起来 飞在空中了 QQ猪跟天竹鼠一起喊 咕咕咕 天竹鼠车车 出发 咕咕咕咕 天竹鼠车车 翱翔在天际 飞呀飞呀飞的 转眼间他们飞到了另一座山头的新开幕大型卖场 唐吉赫德看到了大排长龙的人潮 天主主说 好多人哦 还好大家都有乖乖戴口罩 雷达扫描一下看看病毒年兽有没有在附近 没有显示病毒年兽的行踪 没有哦这里没有病毒年兽哦 我也好想要去逛逛唐吉赫德哦 我想要买喝的饮料喝的 那不是卖喝的啦 唐吉喝的不是只有卖饮料的地方啦 下次吧 我们要先赶快办正事了 去找出病毒年兽 于是啊 他们继续往下一个地方飞过去 来到了一个山洞附近哦 扫描雷达突然发出了一个大声的声音 警告警告 扫描到病毒年兽 注意注意 天主鼠车车慢慢地靠近这个山洞的入口 雷达表示病毒年兽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哦 QQ猪从车子里面用扩印器发声 雪莉你刚刚攻击我的村庄出来面对 这时候黑漆漆的山洞出现了一个很娇小的身影 它慢慢地慢慢地走了出来 这才发现 诶 病毒年兽雪莉跟想象中不太一样耶 它不是长得很恐怖的大怪物哦 而是小小一只长得像角落小伙伴的可爱模样 你们大老人跑来这里就因为我攻击你们村庄 对啊 没错 这很严重耶 病毒扩散带给我们生活上很大很大很大的困扰哦 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耶 雪莉听完开始哭了起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 我只是想吃东西 所以 所以 这时候QQ猪跟天竹鼠没有想到年兽的反应可以这么大 不知道要怎么办 他们正在想要不要去安慰雪莉呢 天竹鼠跟QQ猪窃窃窃私语 犹豫了好几分钟 决定原谅这个病毒年兽 好吧 我们原谅你了 请你不要再到处去病毒攻击大家咯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于是QQ猪他们把车子往回转准备要开走的时候 这时候雪莉年兽突然变身了张开了大大的嘴巴 要把QQ猪猪他们 跟车子整个一起吞进去了 病毒年兽 你怎么说谎啊 大骗子 大骗子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们要被吃掉了 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候 天猪鼠车车从嘴巴 喷出了粉红泡泡魔法 把病毒年兽喷得全身冒烟了 原来这个喷出来的粉红泡泡 有很厉害的消毒功能 QQ猪它们顺利躲开了 年兽大嘴巴的攻击 雪莉你怎么说谎 竟然欺骗我们的好心 太可恶了啦 雪莉全身冒着烟 继续张开大嘴巴 要再次攻击QQ猪它们哦 还好天猪鼠车车反应很快 闪躲了攻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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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不知悔改 我们只好要把你击倒 天猪鼠我们一起发出 屁屁鞭炮攻击 于是天猪鼠跟QQ猪跳出了车外 两个人轮流一起放屁 声音像鞭炮一样 哎呀好臭好臭好吵好吵啊 不要再放屁了啦 被屁屁鞭炮攻击后的雪莉 呼噜噜的变成了一个黑色的乌云 飞走飘散不见了 哇好累哦 耶我们成功消灭病毒年兽了太好了 哦耶耶耶耶耶 于是就这样QQ猪它们也顺利回到了珍妮佛罗佩村 小恐龙博士过来说 太好了 我们成功赶跑年兽 要过新年咯 今天是除夕 来来来 把这些红色春联 贴在大家的门上 年兽最怕红色了 这样以后 其他年兽也不敢再靠近我们咯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从此以后 每年的除夕过年 村庄的大家都会贴上红色的春联 穿新衣戴新帽 看到对方都会互相说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故事结束 OK 大朋友 小朋友 喜欢今天GK爸爸编的新年故事吗 你喜欢春节过新年吗 你的新年新愿望是什么呢 欢迎到脸书加入我的社团 GK爸爸原创故事绘本 留言给我 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故事 你的新年新愿望是什么呢 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过来留言告诉我 另外也很感谢 今天这集参与客串的三位Podcast 配音天竹鼠的依依 她的节目是最甜的Podcast 依依恋不舍 每天呢 都有更新哦 就像是你生活上的好朋友一样 每天分享生活 分享小说漫画 还有影集 很推荐给大家哦 那配音小恐龙博士的路易 她的节目啊 叫做路易食堂 用亲切的口吻分享各种好吃的美食 也很推荐给大家哦 那配音病毒年寿的雪莉 是懒人妈妈 她有两个节目哦 一个是懒人妈妈说故事给大家听 另一个节目呢 是餐桌上 谈论生活育儿植癌发展 还有菜谱 也很推荐给大家咯 还有一个好消息 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啊 GK爸爸原创故事绘本 幸运获选了KKBOX的Podcast 年度百大风云榜 这真的是给我好大 好大的鼓励和感动 很谢谢你们 真的超感谢的 谢谢你们喜欢听我讲故事 听我唱歌 我们一起在生活上 继续加油加油努力吧 如果喜欢我的创作 也很欢迎赞助我一杯好茶哦 可以在这个资讯栏里面 连结赞助我支持我 给我继续创作下去的 大大的能量哦 写故事写歌 真的还蛮需要烧脑的 很需要支持和鼓励哦 很感谢你们哦 那最后呢 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来我们再一起说一遍哦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好大家拜拜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